事實上原本只開放全國50歲以上的長者 要來登記接種疫苗的意願 但是在今天一大早突然間改成說 包括18歲在內18歲以上的人 大家都可以做登記 那登記序號已經來到647.2萬人那麼多 也就是開放18歲以上的人登記不到兩個小時 立刻造成360萬人要搶著登記 還一度導致健保跨一通系統app都跟著卡住 那另外其實在藥局也有開放幫大家插卡做登記 主要是因為白天的時候流量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系統登不進去實在是有些囧啊 藥局藥師一早就好頭痛 預約系統頻頻卡關 民眾等得不耐煩 乾脆掉頭離開 商場第一批預約疫苗卻是空歡喜 因為收到簡訊的第九類和第十類民眾 大家都搶著預約 導致流量太大完全無法登記 更慘的是另一頭十三號一早也終於開放十八歲以上接種意願登記 沒有想到健保快一通卻也是卡爆了 現在在第三輪的疫苗意願登記 已經將十八歲以上 那已經是開放 中央把話說得簡單 而實際幫忙操作的藥師卻是很無奈 民眾的所有疑難雜症全部湧上來 他們也只能不斷打電話給一九二二求救 雖然說疫苗預約的時間接種期間第一輪在七月十六號到七月二十一號 但問題是爆出網站卡住無法運作 到時會不會影響到施打的時間 仍有變數 這有黃志杰劉璇塔報道